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句话出自三国演义 诸葛亮骂死王朗 阴差阳错 一生为老百姓奔走呼嚎的王朗 却被后人编成了缎子 成了好手匹夫苍然老贼 王朗做过会计太守 到会计做官的时候 王朗惊讶的发现 当地的百姓正在祭祀秦始皇啊 而且是把嬴政和大禹放在一起并排祭祀 王朗读过史书 知道秦始皇的真面目 他知道在嬴政的统治之下 老百姓盯南背甲 盯女转书 自经于倒数死者相望啊 所以王朗说啊 这是无德之君 不应该得到祭祀 就把嬴政的神像逐出庙宇 王朗可以把死的秦始皇赶出去 可是他却敌不过新生代 和秦始皇一样残暴的军阀 在败于孙策之后 王朗被孔荣想办法营救到了许多 可惜啊 曹操也是嬴政孙策同一类的人物 建安五年曹操就设置了多种特务 让这些特务对文官武将进行监控 很多人就这样被罗织罪名丢了性命 在这种恐怖的统治之下啊 王朗判决案件 依然是误在宽恕 一罪从轻 在曹操的特务和告密制度之下 王朗就成了人们可以活命的最后希望啊 曹操死后 王朗认为改变严刑俊法的机会终于到了 让老百姓可以喘一口气的机会也终于来了 他就给曹丕上书 说如果我们哪能够减免老百姓的赋税和摇曳 一定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百姓来投奔卫国 我们也不要搞那些言行俊法了 要让男性有地众 让穷人和老人有饭吃 让女性啊可以安心的生孩子 而且要让老百姓养得起孩子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 那么十年之后我们就不缺适婚年龄的女性了 二十年之后我们就人口充足 难盯满野呀 我们就再也不用抓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 去扶姚义干活了 王朗啊苦口婆心的劝说曹魏集团善待百姓 很恶心 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王朗的提议被曹丕采纳呀 不过先前曹操一度想恢复剁脚趾割鼻子的肉型 这个却是被王朗成功阻止了 从现存的史料中看 王朗从来没有赞美过帝王们的雄才大略 他一生在资念资的就是经济和民生 公元228年王朗去世 也就是在这一年 47岁的诸葛亮首次率军兵出奇山 后人喜欢金戈铁马溜出奇山 可王朗这个在乱世之中坚持为百姓说话的人 却成了苍然老贼呀 这是我们下来开关系的